小师妹 小师妹今天跟大宝在一起睡 你妈妈呢 小师妹 你妈妈呢 你今天再跟大姐一起睡了 脸越来越大了 眼睛大脸也大 大脸妹 你也是大脸妹呀 飞飞 飞飞 你大脸姐姐睡觉了 你姐姐的公主脾气上来了 大宝干嘛呀 压着人的小头啊 大宝 姐姐不跟你玩啊 过去小孩 你看大宝的眼睛 还瞪着眼睛 跟小妹妹玩一会儿吗 小师妹可乖了 她老实 赶紧往前凑凑 小师妹最开心的事就是要跟她玩 你妈妈糊糊大睡去了 你妈妈糊糊大睡去了 没有小伙伴了 是不是啊 这呢 小萌妹 大宝 你小妹们玩会儿吗 不要学你爸爸的坏脾气 像不懂事的小朋友一样 也看不出大宝生气没生气 哎呀 你也太热情了吧 他们下着暴雨 在家里撸猫 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呀 有人啦 有人啦 睡觉吧 不应该逗你 这也太热情了 赶紧睡觉吧 小猫就睡觉睡得可快了 它要想睡觉 瞬间就睡 大宝又要出去了 然后要敲门 大宝是一只特别有礼貌的猫 它进出都是敲门的 看你大姐 又要敲门了 它伸出小爪 完全坐着等 大宝每次要出去要进来就是这样的 敲门然后等 大宝你又要出去了 我可不可以开门啊 你这一天好一趟要敲呢 有人没叫我出去 哎呀大姐走了 这把你高兴呢 小哥哥不在家 谁给你开门呀 你说小哥哥赶紧又瞧 行了我去你开吧 看巴巴的等着